雷歐聊世紀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要來看波蘭人對上保加利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波蘭人這個文明 波蘭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模仿被這個大中原所取代 只要在這個大中原旁邊呢 就可以立即收成8%的食物 波蘭人的後期呢 主要是打騎兵步兵工兵都是可以的 強弩也有拇指環 步兵的話可以打這個寶兵 戰垂兵 那騎士的部分呢 還可以點下這個銀罐貴族特權 可以讓騎士只需要30黃金 超級省 比這個小弓還要便宜 那後期呢還可以點這個金罐 大落馬還有踐踏效果 就是俗稱的擴散傷害 所以波蘭人的前中後期 都是有一套系列可以打的 但是波蘭人的前期是相對比較弱一點的 因為他這個大中原的能力呢 要到了中後期才會比較明顯有感 前期的話只有一點點這個加成 感覺不太出來任何的優勢 而且這個大中原也特別難守 所以這個前期的防禦 跟這個過經濟是比較困難一些些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那寶詹利亞人呢 最大的特色是有這個銀壘建築物 那銀壘建築物呢 攻擊力跟城堡差不多 但是血量跟造架都是城堡的一半左右 拿來控圖或是打一些連環銀壘塔推 也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那寶詹利亞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這個馬盾技術 可以讓騎兵攻擊速度加33%之外 他的這個兵工廠跟工程器製造所的 科技研發的實物是減半的 所以寶詹利亞人呢 通常都是要打一個強軍士 才可以打出更多的優勢來 不然經濟可能會落後於對手 那寶詹利亞人的後期組合呢 通常是打馬弓 還有這個大洛馬 或是寶詹利亞騎兵重裝騎士 還有這個步兵的協議雙手劍兵喔 都是寶詹利亞人的主力 好接下來我們來就來看一下地圖 那目前看到黑辣這邊地圖喔 這個果子在左邊會比較難受一點 但黃金在後面喔 在中後期會來說比較安全一些些 比較好過 但是地圖要圍的話 要圍的蠻大的喔 其實並沒有到非常好的 這邊要拉一長非常遠的 那左邊這邊呢 可以稍微圍一下 變成圍這樣子喔 就可能是差不多了 好那來看一下破爛人 那破爛人的黃金礦在後方 那前方的話是 破爛玩破爛最不想遇到的一個事情 就是這個大裝你要蓋在前面喔 然後這個農田撒在這邊 還會被對方騷擾 而且這裡也不好圍喔 全部都是很容易被騷擾的地帶 那如果要小圍的話 只能這樣子圍喔 圍過來 然後 這邊再圍一下 圍一下圍一下 然後左邊這邊圍一下 然後這邊再圍過來 小圍一下這樣子 那其實說小圍也是圍的蠻大的 我覺得破爛人這邊雖然有三片幕區喔 但並沒有讓他比較好過一點喔 也是要圍一些大距離的一個地段喔 讓這個建築工防守 防守時間還有這個資材會花的比較多一點點喔 那目前看起來破爛的地圖大概只有60分喔 稍微及格喔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金礦在裡面喔 然後要圍的話 小圍是還沒有問題的喔 那黑仔這邊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小圍的選項喔 除了強軍士之外喔 還有這個大圍喔 只有兩種選擇 那打強軍士的好處喔 就是不太需要圍加喔 只要一直瘋狂進攻對手 家裡用一些毛兵阿 或是槍兵防守就行了 那我們現在稍微加速一下下 好這邊會看到棒棒出來嗎 好看起來有可能 喔果然按下來了 點下風電時代之後 棒棒趕快開始按了起來 這邊棒棒可能要趕快出門了 兩隻好了之後就出門 還是要打三隻呢 打三隻也不錯喔 好這邊果然按了三隻棒棒 好這邊棒棒點下 那三棒棒加上一隻刺猴已經在 波蘭家裡看了喔 好結果黑仔是選擇了一個小圍喔 哇這個小圍選項其實跟大圍沒什麼兩樣喔 這邊跟這樣圍到底其實差不多了 那可能因為是沒有看完地圖 所以並不知道右邊那邊可以圍到底 好這邊直接變成了裝甲步兵 這就是寶加利亞人喔 升級速度非常快速的一個東西喔 棒棒會直接升級為裝甲 不需要研發的 好直接變裝甲步兵之後 下方要不要先進去搞事呢 這裡感覺可以先弄 好這裡先用刺猴顧一下對手 哎唷剩一刀高打滴 換掉哇這一波打得精彩 臨死之前砍掉他 後面裝甲步兵也不五下意到 兩邊的刺猴都硬身倒地 那看到波蘭這邊有點算是五五開囉 現在來說波蘭還沒有到劣勢 但也沒到優勢 那波蘭比較常遇到的事情喔 就是會先點一級農 然後去撒農田 那前期是打刺猴的話 對付裝甲步兵會比較難受一點點 畢竟這個裝甲步兵不太好應付喔 刺猴的部分會少一攻喔 有點重 刺猴只有五攻 好這個裝甲步兵是六攻 看要不要拉幾隻村民 我去硬換 唉唷這邊村民可能會打起來 三隻裝甲可以硬抓沒有問題 好這邊村民往上走 回頭先打個一拳繼續輸出 三隻刺猴硬砍了上來 唉唷這邊用刺猴直接硬打掉了 三隻裝甲步兵 哇波蘭這邊打得漂亮 沒想到波蘭居然落馬開還可以打得這麼優勢喔 這個控兵控的確實不錯 好那黑拉這邊已經把家裡圍完了 三隻裝甲步兵爭取到的時間非常多 讓他圍加沒有任何的困難 好這邊可以輕鬆圍住了 四隻刺猴直接往前走 看一下這邊能不能打破這個木牆 好那家裡的部分要不要補一個射箭牆呢 哇這邊直接圍一個超級奇怪的大圍 這個大圍要圍非常過來 然後他可能是要保留這個大莊園 那這個房子大圍可能還是要低調 然後撒農田 然後再往上開一點 欸結果直接他要放棄這邊撒農田了 應該也不用這個放棄啦 大圍有機會再低調就好 好大中原先撒個大概先五片田 然後後面再補一個大中原 欸已經補了 還蠻快的 好大中原補了補在後面會比較安全喔 至少一個大中原喔 在你的成人中心附近喔 相對安全的位置喔 趕快先補下會比較好 好那目前黑拉是打算要來不出兵 然後來升城堡時代喔 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那目前黑拉是沒有挖石頭的 所以現在是看不出來黑拉的意圖是什麼 有可能他是要直層打騎士 或是繼續打封建 都有可能 那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想要直接打城堡時代喔 畢竟都五百多肉了 好這個量喔 其實直接上城堡也是ok的 好先補了一個馬舅 然後再一個兵工廠 阿曼的把自己的建築科技補了上去 這裡用一隻村民再修理 好 波蘭人這時候已經差不多囉 這個農田量很穩定 好趕快跑一下 這邊槍兵出來了 好這邊呈下了城堡時代 那如果是打陰雷狀態的話 通常都是點城堡時代之後 會拉幾隻挖黃劍的村民喔 去挖石頭 或是拉這個吃完果子的村民去 挖石頭 那這邊完全沒有可以挖的石頭在裡面喔 這個石頭都在外面 有點難受 這看起來不太好處理喔 你看這時候遺漏在外面 對寶甲獵人來說不太好 好 那看到 波蘭這邊也是點到了城堡時代 而且木頭量非常的多 700多木頭 這邊是要3TC開農阿 那我是不太建議 打波蘭人還3TC開農很危險 那我會比較喜歡 波蘭的時候城堡時代打工兵喔 然後再去挖石頭 然後有機會就點下貴族特權 然後再出騎士喔 轉騎士出來 好這邊果然是要3TC開農 存的木頭很多喔 通常可以預測到 好3TC開農 2農2木 直接補下走一個最農路線 那搭櫃也可以考慮補下這個輪軸技術喔 但由於3TC需要的弱量比較多喔 所以並沒有馬上就補下輪軸 算是打的挺保守的 還是補了 這個補一下其實比較好 對於這個大中原的效率喔 也會有所提升 OK3隻輕騎兵直接衝進來 家裡的僧侶被壓制住 插一刀 砍到一刀而已 這邊僧侶繼續出來 給壓力 招翔繼續按 都殘血的刺猴 能收掉嗎 欸這個不敢 這個再一刀都死了 哇靠這個城門打得不錯喔 直接圍起來 讓這隻刺猴沒法直接衝擊生率喔 好這一波沙拉打得蠻漂亮的 讓波蘭有這一波的機會喔 可以讓自己開農起來 好補下了一些 該補的東西 後方要不要補一個大中原在這裡 這裡演示呢再開一個 好這個大中原也撒得很漂亮 這邊也可以補 好那波蘭這邊黃金有點多喔 剛剛爆金爆發什麼事情 黃金挖得有點過剩 好這邊3TC開農 生率再繼續撿生物 先起兵也在跑來跑去 這時候保加利亞人卻補下了 步兵跟重裝長槍兵的升級 看來他已經預測到了波蘭這邊會打騎士 但是 保加利亞人這邊經濟是落後的關係 不太敢主動出擊 而且在撿生物的途中 可能會有點難打 好這邊直接補下了一棟城堡 在右下方的位置 這個位置其實還不錯 可以守到成人中心之外 木頭黃金都又可以守住 接下來就要來看一下 這邊要再補一棟城堡 待會家裡這裡補一棟也不錯 或是這裡 這裡感覺更棒一點 好三隻生率沒事做 直接往前走 其實還是可以繼續撿生物的 但是保加利亞人沒有打算要這樣子做的 唉 抓到一隻 果然 殺到一村 殺到一隻生率喔 但是自己的赤頭也被招走了 這時候波蘭居然點下了帝王時代 哇 最速帝王那種 最後城堡沒有蓋在家裡喔 有點尾有點尾 但石頭挖的人很多 13個人挖石頭 這個防守意識相當的好 那就要看城堡標蓋這個位置喔 直接蓋門面的部分 好 從車過來 好 石頭還差100 火車出來 稍微擋一下 給我點一下 喔 生率直接被打掉 好 上面繼續進攻 這邊看一下操作 哇 砸到了 這隻生率 無慘 好 火車再砸個一發 殘血拉走 這砸 44滴 再補一發 能搞定嗎 可以啦 可以投可以投 好 果然在這邊補了一個城堡 哇 結果被反制回去 剛剛應該是沒空好了 像在忙著蓋 在蓋這個城堡 那這個城堡一蓋起來 就會比較安全一點點 那 還是 老話一句喔 偷懶的防守大中原 真是個難題喔 你看這個大中原已經沒有在運作了 處於戰線第一區喔 能安全種田的地方其實並不多的 好 這裡一個木頭 血龍樹喔 大約挖掉 然後這邊可以再蓋一個大中原 再繼續開農 哇 大量輕騎兵跟騎士直接入侵了進來 忽然這邊會很難受 重裝騎士現在才補下 雖說是農到帝王思代了 但這一波進來可能會打到頭破血流 好 騎士 一波 忽然 說春 好 這邊剪下一些戰錘兵 後方的村民也是被少量被砍到的幾隻喔 還能接受 並沒有套產 如果這後面又被發現的話 那就真的完蛋了 好 好 這邊騎士趕快出賣 點下重裝騎士二級防 好 這邊點完之後就可以稍微反之回去了 好 把這個洞口補一下 家裡大中原還是需要露的 沒有露的話就沒有騎士 好 這邊先蓋下來一個巨型投司機 好 重裝騎士終於升級好 突然終於可以出關了 那 黑拉這邊則是還在城堡時代 那也是啦 那畢竟前面 出了這麼多頭子車跟騎士喔 還有長香兵 還有清奇 便有種種升級喔 這個讓他要升帝王時代反而就很困難 好 左邊繼續進攻 這邊都是海獅牧牆 沒有上大獅牆 這怎麼看起來好像有個洞啊 好 騎士 腰再衝一波囉 突然這邊騎士要全力防守才行 欸這個烈望塔要被砍掉 哇 這個烈望塔被砍掉 不知道有沒有取消掉 看起來是沒有 尷尬了 現在他的騎士在外面 沒有在家裡防守 ACCN這一波有機會打上黑拉嗎 看一下這一波的交換 這波交換 ACCN打得相當極限喔 家裡一直被壓制住 好 看到城鎮中心了 頭子車可以先優先打城鎮中心 但家裡的這些重裝騎士喔 有點難解 城鎮中心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但這邊散了一些重裝騎士 還是殺到了黑拉一些村民 但村民依舊還是 突然這邊非常落後 黑拉還是領先的 目前黑拉村民領先30村 ACCN只有96村 看起來不太能躲得住了 好 只剩下兩台頭子車 不知道哪時候被打掉的 哇 這邊抓到了 但是還好這邊有蓋一個 新建的城鎮中心 這邊可以再躲 可以再躲15個人 好 殘險再放出來 這時候進去 這邊可能要再收一次村民 後面重裝騎士 終於來回救 但這邊收村 只剩下7個人進去 完蛋了 哇 波蘭人這邊的村民 只剩下87村 不能 下方這邊補下了一棟城堡 寶珈利亞人 可能也是要來促下其他兵種 例如打這個 寶珈利亞騎兵 好 終於解掉了 這波騎士 好痛苦 OK 補下一弓 稍微提升一下自家的攻擊力 寶珈利亞人 在這時候還沒有馬盾技術 因為城堡還沒有蓋好 趕快補下城堡 然後加上馬盾技術之後 騎士的威懾力 才會再更強大一點 好 這裡 生女 招到一隻 OK 這根城堡可以不理 趕快去到後方 砍一下黑拉的村民 正面騎士開打 這一波開戰 黑拉感覺是扛不太住的 重裝騎士一定是可以打得贏寶珈利亞的騎兵的 這量感覺看起來差不多 但黑拉沒有要碰兵的意思 直接送光自己呈現的所有騎士 這一波打贏的話 ACCM就有機會可以復國了 雖然黑拉這邊是打算打150村戰術 村民宿來到147村 後面還補下了首推車 經濟非常好 這裡還是有機會可以點一下帝王時代的 黑拉還沒有到絕望的地步 現在比較危險的反應是ACCM突然這裡 村民宿落後的有點多 那我們就要來看喔 經濟加成跟沒有經濟加成的文明 到底 能不能挽回喔 我覺得波蘭應該是很有機會啦 畢竟這是肉量或血量最多的文明喔 要輕鬆逆轉 應該是 Easy easy 好 這邊著想一下 加上重裝長槍兵 那寶加利亞人喔 這邊的打法其實 要怎麼打都可以喔 可以打一堆的 這個 這個叫什麼 重裝長槍兵喔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寶加利亞騎兵 做一個混搭策略 也是OK的 那有時候大家會想說 欸 遇到騎士那不要轉馬功 這時候轉馬功會有個問題喔 這個來不及轉出來喔 支援升級的科技喔 很容易造成自己 有這個兵力空窗期喔 現在 現階段來說喔 對黑拉可能是要趕快出一堆槍兵之外 還有按一些 騎士啊 作裝騎士或是寶加利亞騎兵喔 先守住一下波蘭的騎士暴 波蘭這個騎士暴太難產了 數量多喔 黃金又省 你怎麼換都越換越不划算 好 ACZN的村民樹已經回到了124村 經濟越來越好 那待會村民到135村左右 就可以到了波蘭的完全體了 待會就會盡情的馬爆 哇 三級攻也補下囉 黑拉這邊快要扛不太住 三級時代的這個空窗期有點長 雖然經濟剛好有一度來到150村 但是又回到現在142 而且前線的銀雷也掉了 這個銀雷掉了之後 突然就可以長驅直入 黑拉的城鎮中心 好 旁邊的農田跟金礦 都不能正產的營運了 好 趕快升一下步兵的科技喔 防禦跟攻擊力趕快升 先升攻擊力很明智 攻擊力先升 槍兵跟寶加利亞騎兵喔 都可以吃到 還有這個騎士喔 好 這邊決定要打騎士 因為寶加利亞騎兵來不及登場喔 這邊可能要趕快轉出 級兵跟重裝騎士的升級 好 這個城鎮中心應該是要 直接被撕掉了 OK 重裝穿槍兵跟級兵點完了 突然這時候轉出了戰錘兵喔 蠻特別的 這時候打鑽錘兵 攻擊力12攻 血量80滴血 OK 槍兵第一時間要升級好了 變成級兵之後 寶災利亞人現在有稍微可以反推的能力了 那這邊要打擊擊兵的話 其實破爛也很簡單喔 一直出戰錘兵就可以了 那戰錘兵本身是一個血量又多喔 遠防又高的單位喔 攻擊力也蠻不錯的 雖然打擊兵沒什麼破防效果 所以效果並不明顯 那騎士的部分的話 打起來也是有感的 因為騎士的防禦反而就高 好 這邊再升級上去看一下 好 點下的精銳戰錘兵 重裝騎士防禦還沒點完 22加2 進防4 好 下方有一坨騎兵 又在騷擾黑亞家的後方農田 哇 這邊重裝騎士數量很多 騎兵一直想要跟上 攔截 這一波攔截可以成功 哇 這邊一堆騎士直接被戳爆 少說被戳了10隻騎士有了吧 好 但是後方的重裝 不是重裝 這個 精銳奧不齊登場 精銳之後血量加15滴血 近戰攻擊再加2 打這些級兵應該是能扛的贏吧 結果被包起來打 哈哈 真的把人家包起來打 好 後來這時候 要繼續打步兵 步兵科技趕快勝一下 原來還沒有生完步兵鎧甲 難怪被打有點脆 對 那步兵可以高達90幾滴血 除了這個 圍巾人以外 圍巾人的傭兵 血量可以到94滴吧 那奧武席應該是 血量最多的步兵了 比這個傭兵的血量再多一點 圍巾的傭兵 那當然你要硬講的話 這個應該是黃金果馬雅 這個血量步兵應該是最多的 但以單純步兵來說 這個已經很實用了 造價便宜 伊勞英便宜 血量又多 坦克十足 而且即使弓箭手去解 弓箭手射他也沒到那麼痛 因為他本身是有六防 2加4 六防 強弩射一下只有4滴血 通常都是要搭配一些火槍 槍弩或工程器 來打這個戰錘兵比較好打 不然就是要直接用這個騎士 硬砍才可以 好這邊打分直接硬解 用保載利亞騎兵的馬登技術 攻擊速度之快 直接打爆了很多的戰錘兵 那戰錘兵只有一個人獨自的時候 發揮效果並不是很好 通常還要搭配一些什麼 戰錘兵或搶母在後面射 這個戰錘兵的效果才會打到最高 只靠戰錘兵單位的話 其實效果有點平庸 如果再加上重裝騎士到旁邊輸出 哇那個威力就真的非常漂亮 好這一坨疾兵有點迷失了人生方向 在左邊想要預判 ACCN的騎士 但那邊完全沒有騎士 現在騎士都在中間 跟戰錘兵這裡做一個防守 那其實保佳利亞人 這邊就可以考慮去出血液步兵 但是血液步兵的問題 也就是剛剛我們一開始說到了 近防太高的單位 對奧布奇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單位 所以這邊出血液步兵 雖然表面上是可以打得贏戰錘兵的 但實際上升級的科技消耗量有點太貴 這邊繼續用擊兵防守 然後看可不可以轉出馬功 可能會更好一點點 但現在要轉馬功可能有點維持一彎 黃金都用的差不多 現在只用擊兵擋的話 肯定是擋不住的 但不出擊兵的話 又擋不住波蘭的重裝騎士 或就是波蘭最強大的地方 戰錘兵配上重裝騎士 然後大陸馬也升級好 左邊這一些擊兵 金冠點下了 烈克提克遺產 補下了 待會大陸馬就踐踏效果 不管打什麼單位 都有這個強大的殺傷力 而且 陸馬還不需要黃金喔 所以打到後期的消化戰 對波蘭來說是一大好消息 即使現在 現階段也沒有打爆黑朗 後期的大陸馬 瘋狂亂串 黑朗可能也很難擋住 即使出一堆擊兵也是很難受 只能一直被動防守 最後打出GG的可能是偏高了一些 OK 看起來 還是只能繼續出擊兵 好 烈克提克遺產研發好了 大陸馬來到前線戰場 大概都是戰隨兵再繼續進攻 這裡少量的擊兵 稍微騷擾到ACCM了 好這邊大陸馬 践踏效果很好 好 稍微反擊回去 ACCM前線的部隊 已經送光了 肉量依舊不夠 木頭有點踩得太過多了 這個大中原可能要再多補一點比較好 這裡蓋動城堡 這裡再補一些大中原 好重新第二波集結 好 正面這邊壓了回去 哇 直接要來偷拿對方的石頭 這邊補個銀壘要阻止對手 當然來得及蓋得好嗎 菲拉這邊再重新聚集部隊 重裝騎士勉強按得出來 資源經基本上都見底 沒有一個資源是超過500資源的 ACCM這邊好1000多肉 農田來到了71片田 越補越多了 來到80片田的話 就是波蘭的天下 好 下方的義騎兵 繼續騷擾農田 好 下方的義騎兵 終於拆除 這塊黃金又變成波蘭的了 好 兩邊準備要來衝鋒了 大羅馬定義時間想要抓掉後面的僧侶 但是直接被疾兵給戳爛 沒有機會可以拿下僧侶 正面的話 騎兵高打低 但是戰錘兵的防禦跟血量實在太好 騎兵還是有點扛不太住 但是後方的重裝騎士也補了過來 戰錘兵只能先撤退 跟著後面的步兵跟騎兵集接了上來 好 重裝騎士直接到後排 想要抓掉後方的巨型投司機 後面的大羅馬卡住了位置 第一時間 重裝騎士沒辦法攻擊成功 選擇撤退 但撤退的時候 只剩下少量六隻重裝騎士 可以回到自己的本陣 這邊再繼續打下去 黑拉可能會扛不住這一波的壓制 這邊破爛用少量的黃金 搭配大量肉馬 還有這些步兵單位 直接壓制了黑拉的正面 這個正面有點扛不太下來了 雖然後方有非常多銀壘跟城堡火力交叉 正面依舊還是打開了這個最後的戰場 黑拉這邊三方射擊射爆了一大堆大羅馬 跟這個戰錘兵 哇 好痛啊 這裡火力交叉太嚴重了 趕快用這個巨型投司機喔 拆解一下 Nice 再一發搞定 好 戰錘兵很努力扛住了前線 好 加利亞人 還有機會嗎 後方三隻 四隻重裝騎士 就是抓掉了 巨頭 栽栽一刀 哇 居然被修了回來 好 但這邊 算是頂住了 但能頂多久呢 黑拉的經濟現在其實沒有像剛剛那麼好了 而且黃金完全歸零 忽然這裡至少還有史上人在挖金 哇 這邊 黑拉達出了 聚聚 哇 這裡出了203隻的戰錘兵 黑拉則是出了2043隻的擊兵 兩邊步兵大戰 看起來非常的爽快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 黑拉這邊 輸了這個食物 由波蘭這邊贏了9000多的肉 大家快贏了1萬吧 這1萬的肉馬 就可以出了非常多的這個 大肉馬出來騷擾 大家可以出個90幾隻大肉馬吧 非常多 木頭的話只有稍微硬了一點點 雖然黃金樣來說 黑拉是拿到更多的 因為它5勝物 所以黃金材料是略勝於波蘭的 但波蘭後期的大肉馬 可以去做這個践踏效果的關係 傷害期是沒有道書 重裝期是這麼多的 稍微小書一些些 而且還不用黃金而已 所以波蘭人後期的大肉馬 一直去消耗對手黃金 是非常快速的 即使對面5勝物也是很容易被消耗殆盡的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